х2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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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妳有事嗎? 妳有事玩的嗎? 基本上 就是要用板 我們要出發 歡迎大家收看福亨特 話說前陣新豪影會的室內水上樂園事業 我們有幸多多同志邀請我們一起去試玩 今天就跟大家看看他們的室內樂園究竟有什麼玩 新豪室內水上樂園主要是以機格風為主 看起來蠻有設計感和未來感 如果是一家人來的話,還會有親自更衣室可以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室內水上樂園也是很普通的 事不宜遲,就跟大家看看室內水上樂園的味道 整個室內水上樂園主要是以太空作為主題 主要有16個水上活動設施 當中有7條滑水道 無論是喜歡刺激的朋友或是一家大小 都有很多水上活動可以選擇 如果一家大小有小朋友的話 我想最適合玩就是這個太空控制台 設計就像一個城堡一樣 亦都好像一個宿世版的室內水上樂園 有滑水道,有滑梯,亦都有大水桶 由於園區不可以帶食物 所以他們也有很多小小的小賣部 方便遊客買水和小類的輕食 另外,在入口樓上會有一間萬月廚房 裡面選擇的種類都多 有輕食、有煮食、也有甜品項目 雖然門票有60元的餐用規定 不過價錢相對有點貴 在這裡是不收現金 只是收信用卡和電子支付 大家要留意一下 至於食物的味道就是普通 不算爛色,但份量就少了一點 吃了東西,但想玩水的話 可以玩這個星空激流先 話說叫激流,但其實不是很刺激 只是坐在水泡上面遊覽一下原來的景色 途中就會有些局部或水簾淋濕你 個人認為室外的陸野仙蹤會比較好玩 如果有一定體能的朋友 可以選擇試試天涯海角 挑戰這個充滿身上線素的水上攀岩 玩家需要游泳 然後逃手就攀上5米高的岩頂 最後在岩頂上跳到3米7深的水池裡 少一點勇氣和毅力都做不到 如果想體驗刺激但沒那麼好體力的朋友 可以試玩全澳門唯一一個室內衝浪模擬器的衝浪戰士 溫輕提示一下 如果要玩這個的朋友 最好就穿長袖沒有拉鍊的衝浪衣 如果想體驗一下浪 但又不敢衝浪的朋友 可以試玩這個火星造浪池 它是一個模擬造浪的波波 一進去就好像在海裡 可以看到海浪騰打的感覺 如果想體驗刺激的朋友 就可以玩這個時空穿梭塔 裡面有迷失黑洞、空洞漩和時空競賽 無論是兩個人一起玩 又或者是一對一挑戰都很有意思 接下來就是刺激的時間 首先跟大家玩這個水上過山車 濕滑的水道再加高低差距離心力 簡直是尖叫全場 除了水上過山車之外 它還有一組水滑度 分別由星環激蕩、量子風暴 和極限逃生倉所組成 這組水滑度 在玩之前 大家要在底下 拿了載具 然後走上三層高的樓梯 老實說 都挺累的 至於整個水上樂園最刺激的 一定要數這個 只能等人玩的極限逃生倉 可以體驗到十五米的自由樂體感覺 老實說 整件事是很刺激的 不過不知為何 看到阿哥玩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 整個水上樂園最刺激的 我想就是這個 天際星空池 要看所有在哪裡 我會想到 妮嫻 特幟 是 太平安 浮起半空,帶給大家一個震撼的視覺體驗 又來到總結時間 現在他們已經賣套票 500多元就可以玩室內和室外的水上樂園 計算起來,其實正價比還好 因為澳門始終沒有大型的水上樂園 而且一個價錢就可以玩室內和室外的水上樂園 最適合的做法就是在平日選擇天氣比較好的日子 室內室外都可以玩到,避免了因為要玩某一個類型的活動 然後長時間排隊,浪費時間 今次水上樂園全面看就來到這裡 我們福亨特下次再見,拜拜